6月27日 菲律賓當局在試圖打擊一個網路犯罪集團的過程中 突襲了馬尼拉郊區的一座商業大樓 救出了2700多名涉嫌人口販運的受害者 6月28日 有人看到警察進入大院 警車停在大樓外繼續調查 警方告訴當地媒體 獲救的人包括來自菲律賓 中國 印度尼西亞和其他國家的人 他們被騙 為欺詐性遊戲網站工作 並進行詐騙活動 據當地媒體報導 警方仍在確定 這些工人是犯罪集團的成員 還是人口販運的受害者 警方告訴當地媒體 被視為受害者的外國公民將被遣返回國 今年5月 東南亞國家聯盟領導人對該地區越來越多的人口販運事件表示擔憂 這些事件迫使工人在網上進行詐騙